Layu 聊 Steve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 孟加拉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一場比賽是 軍閥三的比賽 OK 軍閥三比賽 來到了遊牧地圖 這場比賽 是Ryper對上塔塔 Ryper這邊選了一個很有趣的文明 因為文明選擇的是選擇了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在遊牧的表現並不是特別亮眼 尤其是單挑的情況下 單挑的孟加拉人 Miper 似乎有點想法 我們就來看一下 接下來看一下塔塔 選擇西班牙的文明 西班牙文明在遊牧來說是非常強勢的文明 因為他的文明特性 西班牙的征服者很容易壓制敵人 不管對方出攻兵或騎士 只要通過甩槍都可以優勢交換 對於前期遊牧的到處挖資源的情況下來說 是很容易殺到村民的 借取獲得自己的經濟優勢 西班牙人在遊牧的海戰表現就比較普通一點 主要還是要打直層插寶出西陣的打法 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那如果還在能打得贏的話 這個捕魚的優勢 也可以讓西陣的產量變得更多一點 那Miper這邊的孟加拉人呢 就會顯得比較有點... 嗯...不太好打的感覺 但孟加拉人也是有反制西陣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自己的生旅 孟加拉人的生旅呢 天生的近戰防御跟遠防 這是三點的加成 所以防御率特別高 那孟加拉人的生旅呢 只有一端邪說沒有 其他科技都是滿的關係 所以孟加拉人遇到... 西班牙的征服者 還是可以用生旅去反制 那西班牙人 打海戰的時候 可能會劣勢於孟加拉人的 戰劍回血的效果 每分鐘可以回15滴血的戰劍 所以在封建時代 可能會打輸孟加拉人 但是會不會打輸孟加拉人 還是要看操作 跟這個戰術 跟這個判斷 都吹不可 才會有明顯的劣勢或優勢出現 雖然這個回血是優勢沒錯 但是回血可能也不是 在前期來說這麼重要的一個能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孟加拉人會怎麼打西班牙遊牧吧 好 Map這邊很正常去開下了自己非常多的漁船 這裡伐木的人稍微多了一點喔 8人伐木 吃肉的人9個人 這邊綿羊一直在探路 好這裡又找到了一頭豬 待會可以再拉回來吃 前期找野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Map這邊想要直接開一個雙碼頭 沒有要繼續吃豬肉了 那西班牙人這邊是決定20村 繼續按村名 可能按到23或25村左右 才會升城堡 Map這邊則是19村升封建 然後待會要來出火戰船 去燒一下塔少這邊的漁船 那這個漁船不燒掉的話 這個捕魚的經濟效果太好了 很容易就讓西班牙人 順利升城堡時代 甚至西陣喔 快速量產起來 那塔少這邊上封建時代 應該是會弱厚的關係 所以海戰部分應該是要放棄了 然後在近坑的捕漁船 這個捕到弱就算自己的 待會船被燒就算了 的一個策略想法 好 這裡又拉了一頭豬回來 喝一下 現在還是要趕快升城堡時代了 好 火戰船一出來 先往下走了一下 這裡碼頭開了新的 上方已經可以再挖石頭了 三個人挖石 一隻村民按出來 點個織布 待會就要來點城堡時代了 好 城堡時代點下去 現在是10分45秒 哇 這升級時間非常快速啊 24村就點城堡了 22加2的一個打法 好 來回這邊火戰船開始騷擾 哇 居然抓到了中間這個 內湖啊 這魚池居然抓到了 好 但是塔操這裡還是有漁船 再繼續捕魚 好 這裡補下新的一個碼頭 好 想要把捕魚的 機會喔 希望可以最大化 到處蓋這個碼頭 魚船就可以放落 好 自己也點了一艘火戰船 稍微防守一下 雖然塔操這邊還是需要 這個捕魚的 經濟加成喔 去讓自己的吸增不斷 冰喔 好 Viper這邊城堡時代還有1分鐘 好 兩邊火戰船 對燒一下 但是塔操的火戰船 已經升級上去 好 Viper這邊按了一隻肉馬跟槍兵 來阻止蓋寶 最後還是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好 最後吸增還是按了出來 好 看一下Viper這邊的細節 兩個修道院 來防守塔操的西班牙征服者 哇 這一場也是非常Hawk的 而且是在天梯這樣子實戰中 也很常見到的一個狀況 西班牙征服者 遊牧的天梯裡 應該也是很常出現 西班牙征服者過來 沒有生旅 現在村民主委被Biang 快點走 人家三槍一隻村民 快走快走 好 海戰的部分 Viper也升到了火戰船 船艦會自動升級 這個優勢開始慢慢展現出來了 好 撲下了刺網技術 就去打海戰 生旅就來防守吸增 好 射個幾下 只要讓Viper收村 就算賺 能抓到村民算額外的 好 兩隻勝率直接逼退的西貞 好 這邊戰艦炸掉了 好 那看起來 現在Viper還是想要繼續出戰艦進攻 漁船的部分 現在塔套的漁船只剩下三艘 經濟幣不是很好 Viper的孟加拉人 開始數量量產起來 西班牙征服者不敢一直去騷擾 因為一騷擾可能就被招降 好 打了一些僧侶過來 掩護一下 蓋TC的村民 那西貞已經往上走 看起來稍放棄 好 那西貞來到數量4隻 4到5隻的話 遠距離點村民了 這個命中率稍微會提升一些些 這個命中率有點可憐 如果只要miss掉一發 就不能秒殺一隻村民 好 孟加拉人 Viper點下了3TC 看來還是要走一個3TC路線 那經濟來說 是在孟加拉人 領先6村的村民左右 這包含漁船 以村民上來說 兩邊是持品的 但漁船來說是領先了8艘了 是5艘才對 這裡還有3艘 好 這裡是一針 抓到蓋TC的村民 最後還刷到了 這裡是要走一個多線嗎 招牆西針 沒有招到 好 下方的西班牆政府者 撞到了TC Viper的一個收村 現在Viper3TC正常營運 4個生旅 4個生旅 好 這邊著想 搓一搓 好 西針走了進來 這波射個一發 好 這邊點一點 好 三個西針射掉 好 這邊高打低西針 反擊回去 著想到西針 那為己有 開始用西針反擊回去 你的槍就是我的槍 我的槍還是我的槍 好 好 Viper這邊開始轉農田了 準備要來生 帝王斯大 這邊海戰 再稍微打一下 這個戰船來得及修理嗎 好像來不及 好 海戰部分 Viper的漁船是暫時安全的 左邊的漁船比較多 這裡只有一艘而已 好 躺到這邊的漁船還是只有三艘 欸 補到第四艘了 這邊還補了一艘 現在漁船數量還沒有很穩定 待會再補幾艘才醒 四艘補個六艘或八艘左右 經濟槽會快速增長 漁船之力 是非常強大的 好 Viper這邊的火戰船 又抓到了一艘漁船 反正這邊西班牙人 被自己的犀牲騷擾 那Viper這邊沒有直接空袋石頭去 好 這時候塔塔有大動作 直接往前蓋寶 要來壓制這兩個修道院 兩個修道院總共有三個生物 而且還可以空到這塊黃金 這根寶壓的還算是滿有價值的 雖然沒有辦法直接試到TEC 但是有試到這個重要資源點 跟兩個建築物喔 算是不錯的一個結果 好 Viper一直使用自己的森女去想要著想西陣 森女的數量已經來到了西枝 好 這裏要不要蓋一個寶呢 這裏要蓋寶的話蓋這個位置 蓋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都可以喔 但這個位置比較好 可以守到自己的黃金 不讓對手吧 後方的承認中心也可以稍微守一下 這個對方直接過來的路徑 好 這邊麥克要買賣森帝王囉 賣了500的木頭 換了294塊黃金 黃金現在有點缺 不能再繼續按森女 好 這邊西班的征服者 來到了12隻的數量 好 這裡只有兩隻森女 上前應戰 一發一隻 森女直接倒地 Viper左邊吸陣擋不住了 這就是西班牙人在游牧最強大的地方 騷擾性質非常足夠 好 查到這邊也阿倫幾台衝車出來 想要來把這根城堡給解決掉嗎 好 戰爪Viper的帝王時代 還有兩分半左右 後面補下阿倫射箭場 可能是要轉出大象弓兵嗎 還是要出戰毛兵呢 大象弓兵的話 孟加拉人有抗招響抗耳外增傷 而且點下派科技 還有攻速加成的效果 出象弓兵雖然好 但是很吃肉 好 這邊是選擇先按戰毛 好 下方偷開個TC 這邊五隻森女招響 最後只遭到了兩隻西班牙征服者 好 那這邊的交換看起來Viper是有點小虧 那最後還是有招響到 好 創車開始贏了 好 這裡趕快收一下 卡套西班牙人點下的弓兵鎧甲 這邊正跟城堡繼續出西針 點下的品種 看來沒有打算要來生帝王時代了 好 現在這些西班牙征服者燒 真的是有點麻煩 戰毛兵數量還沒有穩定下來之前 沒有辦法使用戰毛兵反擊回去 好 這邊按了一台戰車 好 從車子數量來到了三台 第四台正在製造中 Viper一升到帝王時代 趕快按了巨型投資機 現在Viper的村民數量 已經是96村領先對手 62村 96對62 Viper再升帝王之前 還點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一升時代 每個時代都會加兩隻村民 所以現在村民領先非常誇張 即使Viper已經被抓了18隻的村民了 但是村民數依舊遙遙領先 鳳家人的村民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十二隻西針 要小心 戰毛拼來了 好 這裡沒有升防律 看來有疑似到 升防律有升跟沒升一樣 全戰毛二級射 三級射趕快點 但是這裡大量衝車過來 三級射補下 這邊趕快圍下石牆 衝車不能頂到巨頭 巨頭被頂掉的話就很虧 後面城堡拿不下就尷尬了 好 西班牙徹服者上來 想要點發射一下村民 戰毛兵直接收城堡 再放下來幫忙輸出一下 村民開始手撕 衝車 衝車最後還是突破了前線的軍營 突破前線軍營之後 VIPER繼續拉更多的石牆出來 這些衝車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就往前進攻 後方西班牙徹服者 一直被城堡射 衝車能夠摸到VIPER的巨頭嗎 看起來好像沒機會了 只剩下一台衝車 後面的城堡已經被打掉 塔套這裡全部潰敗 戰毛兵也可以手下 這些西班牙徹服者 這時候塔套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這裡 VIPER這一波衝車引誘法很好 一直留一個洞給他 讓他覺得可以過來 結果這個衝車一直被村民打 然後戰毛兵在後面守著 城堡一直射西針 最後衝車最後被車民 跟這個大量的戰毛兵給磨掉了 沒想到塔套這一波衝車 一下都沒頂到城堡 VIPER反而是只用了戰毛兵 後面還轉攻兵 也不是相攻 就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贏了大約7000多的資源 這個資源量贏得非常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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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